這個圖點正法就是 它解釋了幾個重要的字 而這些是一定考的 第一個就是有一間屋 那它這個就是這間屋的 它叫做Tenamon Tenamon就是這個區 Servian這個字就是說 它有條路在這裏 但是這條路被人家用緊 被人家一個方便 為什麼會被人家一個方便呢 就是因為這條街在這個Passo A 它被迫著一定要走你這條路 不走這條路是出不了街的 所以它就叫做Dominant Tenement Dominant的意思就是我侵佔了它 這個路 Tenement這個字呢 其實是一個英國字 是解唐樓的意思 我們在這個圖可以幻想 以前我們香港一幢樓沒有電梯的 最頂那個人是被迫著 要走那條樓梯下來的 那條樓梯就叫做Eastman 最頂那個就叫做Dominant 最底那個就叫Servian 就是不一定最底的 下面的就叫Servian 因為它那條樓梯要被迫著 被樓上走下來的 嗯 那我們要記 反環去記Eastman這個字 Servian是is burdened的 這個是is benefited的 嗯 而這裏呢 這幅圖呢 又是記第二個字